我們剛剛有兩個選項 比如說像我們如果是倒水的話 有個影片 我們可以玩海盜棚 可以玩海盜棚 然後它效果會比較短一點點 因為它的時間比較短 這個是水的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海盜棚的 有個畫大概這個吧 它會像這個樣子 喔 兩個看想要拍哪一個效果 你可不可以幫我現場直接示範一下 超級慢動作 它有一個陷阱快門 對 我們半徑超慢動作 超級慢動作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正方形的區塊 對 我們先往上跳一點 等一下比較清楚 好 那我們可以拉大 可以在我們手機的任何地方做調整 是 可以放大放小 那這個時候我們按下我們的錄影鍵 等手機保持穩定 然後光線充足的情況下呢 我們可以緊張的開始把它跳起來 那它會像一個陷阱一樣 有東西經過偵測到動作 它就會自己幫你鋪成我們的超慢動作 可以進去看一下影片喔 然後影片自己本身會幫你搭配一個隨機的音樂 不過這音樂有點太悠閒 所以我們就幫它換一個比較緊張一點的音樂 那可以看一下我們影片的成果 好 效果很不錯 對 然後如果說前影片檔案太大 如果想要分享給朋友的話 我們往上滑會有三個選項 可以存成GIF檔 一個是倒轉的 一個是正序的 這邊都有儲存跟分享的選項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重複播放 倒轉 以及我們的旋轉 也可以變成GIF 對可以變成GIF 對 是這樣 了解 那它可以調整慢動作的那個時間嗎 時間是GIF 就是 比如說我想要 就是那一小部分慢動作 它的話 它慢動作的那個區域 區間這樣 你說只拍慢動作的地方嗎 對 可能我不要全程慢動作 可以 不要全程慢動作 就可能是 這邊是慢動作嗎 我可能就只要再更短一點這樣子 更短一點 如果已經拍完的話 它就沒辦法 因為它是自動偵測的 沒有啊 它是說直接 它只要一秒鐘進入那個 慢動作 如果要一秒鐘進入的話 可以 就直接這樣 只要錄這一段而已 對 可能就只要 開頭這一點點 然後後面就直接背走 可以啊可以 這樣的話它可以 這邊有個剪輯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 這樣剪下來 然後我們儲存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影片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它就馬上拍 好 好 好 了解 謝謝你喔 不會